日前小S在出庭后心情似乎稍微恢复 虽说一直躲在豪宅内不愿外出 但从最新的录影画面来看 他跟来宾互动很开心 而且还拿着半则直述的周边商品半则馒头 吃完瞪着镜头说 不管你是谁 将来有一天一定要你加倍奉还我 虽然小S赶紧解释 没有针对任何人还是引发关注 这段话让全场鼓掌叫好 更被解读为是在讲 最近胖达人事件对他的影响 而带半则馒头来上节目的安君灿帮忙缓和 更力挺小S 他表示其实他非常敬业 就是在节目上也是很尽力的搞笑 给他馒头就是说 你有受到什么委屈没有关系 你憋在心里 然后把那个委屈的话什么的 再告诉其他人 其实我们知道他要传达的并不是这一些 不管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和委屈 还是为了增加节目的笑点 提高收视率 或就是单纯的搞笑行为 毕竟身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不少粉丝还是关切提醒小S 说话一定要谨慎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